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位大德同修来这里邀请定红跟大家一起做一个分享交流 因为昨天晚上这边同修跟我谈起 说我们经师父上人讲经的四众同修 可能对师父老人家讲的这些理念有一些误解 也有一些困惑 所以让我特别来这里跟大家来做个答疑 定红跟师父上人学习经教到今年整整二十年 从我刚刚到美国留学的时候 就接触师父老人家 向师父老人家学习 到后来博士毕业了 在美国大学教书 然后师父老人家呢 他慈悲啊 劝我呢离开美国到澳洲 参加这个静中学院的供修 后来我就到了澳洲 一边在昆斯兰大学教书 一边呢 协助师父上人 做这个红法立生的工作 在六年前 我在师父上人的鼓励下 把教授的工作辞掉了 回到香港 回到祖国 来做这个弘扬传统文化 弘扬佛法的这些工作 那么也跟师父上人呢 在他坐下呢学习 那么去年7月15号 在师父老人家安排下 在香港圆明寺 上唱下怀长老坐下梯度 那么现在呢 出家将近一年了 那么出家以后啊 也是第一次回到北京来 来跟大家呢 做一个交流 感觉到非常的荣幸 非常感恩大家 远地而来 那么我这里呢 收到同修们的这个不少问题 那我就抓紧时间 就这些问题啊 给大家 就我所知的 给大家做个答复 那么这里第一个问题呢 是 现在一些佛友 集合起来 找清静地方 闭关念佛 求往生 余下的时间 就大力宣传2012大灾大难 死人无数 说必须找一个安静的地方 不能坐着念佛 不能站着念佛 只能躺着念佛 还能往生 还有人说 上面给了他指示和任务 给各类无形众生 归依念佛 2012年的灾难 才能减少 领着40多人 奔走各地 给海龙王 山神 地神 树神 等归依念佛 下面的问题是 老和尚讲的2012灾难 使我们非常恐惧 尤其究竟怎样理解 老和尚讲2012的真实意思 究竟怎样念佛 才能顺利往生 我想这个问题 可能不少同修都有 老人家在经教里面 确实有谈到 古老的玛雅人的预言 2012的 所谓世界末日的灾难问题 这不是老和尚自己说的 这是已经流传了几百年了 这个玛雅预言是 这个 拉丁美洲 这些古老的民族 现在已经消失了 好几百年了 但是他们留下来的这个文化 确实是 非常的高深的文化 尤其是他们对天文 对树里的研究 到现在科学家们 解读他们的这些 遗留下来的资料 还不能完全理解 那比如说 他们看到的日识月识 就凭肉眼来孤策 这个日识月识的日期 几百年都是准确无误 就是他们确实有很高的智慧 那后来呢 就是非常神秘的 这民族就失踪了 那么他们留下来的一些 预言的资料 那么有科学家呢 就看到了这个 所谓2012的 这个末世的预言 主要是玛雅人的这个日历啊 他们只到2012年12月21号 后头就没有了 那么于是大家呢 就以为 这个世界呢 可能到这一天就要终止了 那么这也是后人的一个解读 那是不是正确呢 这个有待考究 到底是不是 今年12月21号是末日 到那天大家都知道了 但是佛法里啊 没有说这个末日 释迦牟尼佛 我们信佛的人啊 相信佛有大智慧 大神通 他看到了这个 那么将来法运呢 从他那时候开始 到法运的结束 总共有一万两千年 当然法是有运的 人有命运 家有家运 国有国运 法也有他的法运 就是能够度多少众生 释迦牟尼佛的法能度多少众生 这是也有一定 那么这个法运有一万两千年 那么按中国人的算法呢 今年是佛力 三千零三十八年 三千多一点 那一万两千年的法运 后头将近有九千年 所以肯定 今年不是世界末日 我们要相信释迦牟尼佛 这个是绝对我们要相信 后面还有九千年 至少九千年的岁月 那么这个虽然不是末日 但会不会有灾难呢 那这个我们看到众生造业造得多 确实也就想到灾难也是无可避免 那确实这一两年 我们看到灾难是层出不雄 那么灾难是怎么来的呢 师父老人家给我们也讲得很清楚 佛法讲 一切法由心享生 众生这个念头如果是善 那感召的环境就善 众生的念头如果不善 那这个环境里就会有灾难 现在这个量子力学家 也都证明这一点 你看这个哈佛大学 斯坦福大学等几个美国著名大学 科学家联合的研究 出了一个报告叫念力的秘密 师父老人家呢 在这本书里摘录了 这个研究成果给大家做分享 那么现在科学证明 这整个宇宙啊 所有的物质 实际上分析到最后 都是由啊 人的意识 震动 产生 你还比上这个桌子 桌子是由分子原子组成 原子里面呢 它有原子核 原子核里有质子 有中子 中子质子又是由夸克组成 外面呢 原子核外面是由电子围绕 那过去以为夸克和电子啊 是基本粒子 就是最小的物质 那现在发现呢 还不止 还有一种中微子 大概是电子的一百亿分之一 再往细分呢 科学学家们发现呢 它不是物质了 是一种震动 它像琴弦一样的震动 就像我们弹琴 弹其他 那个琴弦一搏动啊 它就产生音符 那这个物质的基本粒子 是怎么产生呢 由于震动产生 而这个震动 普朗克博士 是德国的著名的量子力学家 它讲这个震动是来源于意识的震动 就是念头动 换句话说 整个宇宙所有物质 分析到最后 是由念头的波动产生 这就证明佛法里讲的 一切法由心产生 那这个念头就很重要 你有什么样的念头 就产生什么样的物质环境 那楞严经理说 人类的如果贪心重 这个环境就出现水灾 这个如果是称慧心重 就出现火灾 像火山爆发 全球气候变暖 这都是属于火灾 人类如果是愚痴 就产生风灾 如果是傲慢 不平 就会产生地震 如果是怀疑 就就产生地质的疏松 地陷山怡这些灾难 所以一切的灾难 实际上归根结底 就是由于我们的心享受 都是念头不善导致的 所以师父老人家 他就把这个道理 给我们讲清楚 讲这个目的是什么呢 是为了让我们端正心念 而能够化解环境的灾难 因为你必须要懂得 灾难化解的原理和方法 你才知道怎么化解 这个原理就是 佛在经理讲的 一切法有心相中 所以要化解灾难 必须要端正心念 这跟美国的太空总署的量子力学家 布莱登博士说的一样 他也谈到2012这个玛雅预言的问题 他没有听过师父上人讲经 美国人 但是他说的道理是一样 他用科学的角度 告诉我们 说要解决 就是化解 这个2012年的灾难 必须人类 改邪归正 弃恶扬善 端正心念 你看 这是跟佛法讲的就一致 懂得这个道理 那我们就知道 有灾难不怕 我们是能够化解 这个环境的灾难 完全是可以我们自己 从内心端正而来化解 那么 这个教育就很重要 佛教是教育 它不是宗教 不是迷信 现在我们发现了 它里面有高等哲学 高等科学 现在你看量子力学家 他们所证实的 是佛三千年前已经讲到 那佛陀的教育 就是教我们什么呢 破迷开悟 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 从而能够处理好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人与大自然的关系 人与天地鬼神的关系 这些关系都处理和谐了 这不就和谐世界吗 那化解灾难的佛法里 真有办法 所以师父老人家 讲这个问题 是告诉我们 如何来面对这种预言 不是说 就盲目地去相信它 盲目相信 这叫迷信 那它到底是不是真的 我们先不必去考证 因为我们还没有天眼通 但是我们要抓到一个原理 就是命运都可以改造 佛法告诉我们 一切宇宙万物 为心所现 为时所变 就用我们的心就可以改造环境 静由心转 那了凡思绪里面 把这个道理讲清楚 命自我造 福自己求 个人如此 天下国家也是如此 所以我们现在 懂这个道理 第一不能搞宿命论 不能说盲目的 是没办法 我这个就等死了 这是错误的观念 更不需要逃避 灾难如果真有 避都避不了 所谓在劫难逃 你往哪儿避 还不如你定下心来念佛 念佛的这个念头 是最善的念头 但是这个念佛 是心里真有佛 不是口上念 心里慌张 那不是念佛 你像如果说 现在怕灾难 到时候去逃避 那心里没有佛 说到底 还是一个贪生怕死的观念 心不定 没有办法改造命运 古人有一句话讲得好 叫人定胜天 这个话应该怎么理解 人心定了 就能够胜天 这个天是什么 自然环境 自然环境你是可以改造 你怎么改造 你把心定下来 你就能转这个境界 你心要是不定 是被境界所转 所以明白这个道理 真的不需要去担心 去害怕 灾难即使有 我们相信 靠我们的心念 都是可以化解的 昨天晚上我就 在这边跟同修们 聊了一个我自己的亲身感受 你看日本 这个政府现在都公开的来说 大东京地区 未来四年 将会有七级以上的大地震 有的人甚至提出 要把这个国都从东京迁到大阪 是东京有大灾难 这是日本人人都知道 政府都这样来向大家宣告 让大家做好避难准备 这个东京机场 这个羽田机场 都在做这个防震的训练 所以很多当地的华人 都离开日本 逃避 那么当地的华人 有些同修 静宗同修 听师父上人讲经 他们心里也有忧虑 那么也想举办一个佛妻 来护国西斋 那么他邀请我去主持这个佛妻 人数不多 一百来人 那我就跟他建议 我说第一 咱们呢 心量要扩大 不要说护国西斋 要护士西斋 这一个国 一个小国不行 因为整个世界 世界有灾难 你这个国家也好不了 我们要护士西斋 起心动念 要再至少包容整个地球 佛法叫我们心包太虚 量舟杀戒 这样扩大心量 第二个 我们不必逃避 我们要化解这个灾难 虽然我们可能能力很小 但是我们要制成心 制成心就能化解 所以我就答应他们去了 他们去我跟他讲 这佛妻采用解形病重的方法 一半时间讲经 一半时间念佛 师父上人呢 在讲经也提到这个问题 现在打佛气 必须要听经 不听经就靠念佛 不行 现在根性不够 不像从前的人 像应光大师那个年代 大家真是老实 没有妄念 就一句佛号就行了 现在不行了 现在你一句佛号 都念出毛病了 念出偏差 甚至走火入魔都有 他一定要有这个引导 所以我就去讲 这个阿弥陀佛四十八大院 养修弥陀本院 加持 化解灾难 结果我答应去了之后 很多同修也很着急 特别是香港 大陆同修 他劝我别去 那边日本有灾难呢 说你要去了 要牺牲了怎么办 我们还需要你红法 我说很感恩 但我是坚持 我说既然答应了他们 不能就中途跑了 这言而无信不行 而且人家盼着你来救他们 那你就跑掉了 这不是他多难过 他们的同修们 特别的爱护我 说我说不动 就跟老和尚去报告 让老和尚来劝我 这个老和尚有一天 讲经之前 就跟我讲 说很多同修劝你 别去日本了 你好好考虑一下 那边说有大灾难 我知道老和尚试探我 看我的心呢 到底是不是坚决 我就立刻跪下来 我和尚跟师父上人讲 师父上人 弟子早已经把生死 置之度外 师父老人家笑咪咪 对我说 这样那你去还是可以的 然后师父又说 你自己去就好了 别叫别人去啊 老人家你看 他非常懂 人定圣天 你自己心很坚决 你才有可能 去帮助化解灾难 你心要是不坚决 你自己都慌了神了 你不能够化解灾难 而且你可能都被卷了去 你别叫别人去 我说 还是有一些同修 非常坚决 说不是去救难 就去复难 他很坚决 怎么办呢 他跟着我去 师父说 那可以 不过让他们把遗嘱都写好 我想这师父老人家 都是在试探我们 看我们的心成不成 实际上老人家 哪里不知道 其实我们如果真正有这样的一种信心 有这样的愿力 必定感的佛理加持 到哪里都不会有灾难 然后我们就去了 真的有同修们都写好遗嘱去了 去了之后呢 在讲经 我们讲经和念佛 大概是讲到第四天 那我正在讲经的时候 忽然我们在那个大楼里头 在一个小道场 那个楼就开始摇了 日本同修知道这是地震来的 他们都 因为常常有地震 所以都很知道地震 因为摇的那个幅度还是挺大的 那么我在讲经 讲了一遍 就摇了 摇了就不讲了 我就跟大家讲说 那现在考验来了 如果是大家 真信切愿求往生 我们现在就一切放下 念阿弥陀佛 求阿弥陀佛来接我们 这个大家呢 立刻就合掌念阿弥陀佛 真的那个时候念佛呀 几乎是一心不乱 很难得 同修们因为有这个经教的讯息 所以心都很定 这念佛 虽然是一百来人 那个磁场非常好 结果念了大概五分钟 那楼也不摇了 不摇地震没了 我们继续讲经 继续讲经 到第二天呢 报纸登出来是五点八级的地震 没有什么伤亡 只是震一震而已 而且它不是直下行地震 直下行地震就很可怕 那伤亡就很严重 它就是一般的那种地震 那之后呢 也没见再有什么七级地震 一直到现在都挺好 有同修还担心 是不是回不来了 根本不需要担心 所以这就是我们也做一个小小的证明 真的你把心定下来 根本不用逃避 你就在你自己的岗位上 就在你自己家里 就地念佛 什么灾难都化几条 大灾化小灾 小灾化五灾 最怕的就是 自己心不定 想着避难 越想避 越避不了 倒不如我就全部放下 放下了之后 你心就安了 安于念佛上 多好 所以有同学说 要把工作辞掉 去找一个什么道场 或者躲到深山里面去念佛 根本不需要 念佛法门 它是最殊胜 最方便 你看 阿弥陀佛 在没成佛之前 做法藏比丘 他跟谁学的 他的老师叫 世间自在王如来 这个法门 就是让你在世间得自在 不是让你离开世间 去追求什么自在 你当下就在你自己的岗位上 你是一个工作人员 好好做好工作 你是家庭妇女 你在家顿轮进份 不离世间 而出世间 这个法门 不离 世法 正佛法 不离佛法 行世法 世法 佛法 是圆融 所以这个法门是很妙 很殊胜 你当下你的心是跟佛相应 那就行 所以你这里问 怎么念佛才能顺利往生 关键是你那个心 偶尔大师在弥陀药节里头 给我们讲 往生与否 全由信愿之有无 你这个能不能顺利往生 西方在什么 在你有没有真信 切愿 你是不是真相信 阿弥陀佛 有四十八大愿 你是不是真相信 有极乐世界 你是不是真相信 你自己本来是佛 现在念阿弥陀佛 就一定能回归 自己的佛国土 极乐世界是自己的佛国土 自己的家乡 你要肯相信 你还要肯发愿 真愿意去 那你有信愿 决定往生 虽然自己念佛 说功夫很差 还有很多烦恼 很多妄念 没关系 你真相信阿弥陀佛 真发愿去 阿弥陀佛在你灵中 就能来接应 这个法门是他力法 是靠佛力 不是靠自力 靠自己是去不了西方 谁能去西方 你明星见性 见性成佛了 你看他去西方 那谁能做到 六祖会能大事可以 咱们不行 咱们这是末法时代的 众生就是业障 就是业障 很深重 妄想分别 制住 断不了 所以才要靠佛力 信愿去往生 怎么靠得上佛力 你真信 切愿就能靠得上佛力 你没有真信 没有切愿 你就是念佛念 再好都往生不了 这个问题我还特别请过 请教过师父 我说如果没有信愿 是不是念佛念到功夫成片 都往生不了 师父说是 给我做印证 这偶遇大师也这么说 你看阿弥陀经讲 若无信愿 纵使你念佛念到 风吹不入 鱼打不失 如铜墙铁壁一般 最后都不能得胜 风吹不入 鱼打不失 就是念佛功夫成片 妄念的加不进来了 这是靠你的智力 但是你这个智力 还不能断烦恼 不能断无名 你就不可能入 极乐世界一真法界 要入一真法界 必须是靠真信切愿 当然有真信切愿 你肯定念佛 很努力 这就是相辅相成 但是这个关键点 是在信愿 那我们试问 假如说你还害怕有灾难 还怕说灾难来了 我走不了 到处躲 到处避 那我问问 你的信心是不是足 没有足啊 你怀疑啊 怀疑的是 阿弥陀佛是不是灾难来了 就不来接我了 你看我们上日本 我们就信心十足 我说到日本 如果真遇上灾难了 我们该走了 阿弥陀佛一定来接我 这我很有信心 根本不用怕 如果阿弥陀佛不来接我 我肯定遇不上灾难 那大概阿弥陀佛是把我留在这儿 还有任务吧 所以我们一点不害怕 更不会去躲 而且要去救难 哪有灾难 我们偏向哪里 这就对了 果不然 就偏就遇不上灾难 遇到了 我相信都是能化解 这叫信心 愿恳恳切的人 这个世界任何 都不留恋 都不挂爱 所以有同修来问我 现在灾难来了 要不要准备粮食 要不要准备避难用选 那我就反问他 你还想在这待多久 你准备是干什么用的 要待多久 不需要 你心里老想着灾难 灾难就来了 心一切把心想生 你别想灾难 想阿弥陀佛 这多好 灾难就没有了 至于说 跟这些天地神灵 皈依念佛 你就在家里就可以 不需要到处去奔走 这些天地鬼神 都是有神族通的 而且我们地狱上的障碍 在他们没有障碍 所以我在香港 自己的经社 晚上也给这些天地鬼神 这些幽敏众生做皈依 给他们念佛 你就在家里就行 给他们立个牌位 你念头想他们 他们就来了 真的是这样 你找他们 找到多辛苦 你请他们来 对不对 他们肯定可以来 他们有障碍 所以不要恐惧 不要忧虑 这些恐惧忧虑 都是因为信心不足 信心足的 自然 他们没有恐惧 没有忧虑 你看儒家论语 孔子都讲 君子 这个智人勇 这三大德 智慧 仁爱 勇敢 智者不惑 智慧的人没有疑惑 仁慈的人 没有忧虑 勇敢的人 没有畏惧 智者不惑 仁者不忧 勇者不惧 你怎么都达到 念佛 真相惜 真发愿 去往生 这三达德 你就达到 好 我们再看第二个问题 大家听定红法师讲 念佛一日一夜 功德胜过极乐世界修行一百年 灵终之时 阿弥陀佛第一个接引往生 为了顺利度过2012年 佛友们执着精行念佛一日夜 很多老菩萨强迫自己行法 现在一些佛友通过精进念佛打开了很多功能 但是烦恼习气更重了 内心对2012往生怀着极大的纠结 这样念下去 我很担心会不会落入魔障 这个确确实实 如果修行 烦恼习气 不能日益减少 反而日益争多 这很可能都会落入魔障 所以检验自己修行功夫 检验自己方向 是不是对 从哪儿检验呢 从自己每天 是不是烦恼少了 智慧增长了 这就是进步 如果一夜修 越是烦恼习气续重 那就是有问题 所以我建议要多听经 听经明理很重要 明白道理了 你才能够有方向 不要忙修瞎练 自己未必是体会和理解的正确 要依靠善知识 像我们师父上人 每天给大家讲经 指导大家修学 大家就好好听 像刘素云老师 为什么师父这么赞叹 你看人家就是在家里 听一部经念阿弥陀佛 无量寿经听了十年 师父给他鉴定 已经达到念佛三昧了 念佛三昧 那决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他功夫用在哪儿呢 就是一个听经 一个念佛 每天一门深入 尝试熏修 他也没有去跑道场 也没跟那家外面去连连 更没有说去逃避灾难 就在家里顿伦尽分 照顾他先生 每天该做什么做什么 原来他是在政府部门工作 后来因为得了红斑狼疮 那不得不退下来 在家养病 医生已经放弃对他的治疗 他就靠念阿弥陀佛 这个念好了 念好了之后 师父老人家就把他请出来 给大家分享一下 他是怎么样修过来 那现在虽然出来有 这个讲经 这个说法 也是偶尔 平常大部分时间 都是在家里 顿伦尽分 跟他老伴 就在家里 每天就做饭 做家务 听经 过很平常的日子 所以大家不要认为 说修行好像是 一定得是上深山老林 一定是到处去奔走 不是那样 道心就是平常心 你就好好过好 你平常日子 道就在其中 不用改变你现前生活状况 不用改变你的这个工作环境 你就在这里头 你好好的觉悟 你每天清清觉悟了 你就是入道了 特别是念佛法 最方便 人人能修 不管你是哪一个岗位 哪一个行业 男女老少 都能修 都能修成 这刘思云老师就给我们做这个表法 师父为什么赞叹他 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烦恼稀奇重 一定要多清静 第三个问题 我有一个师兄 由于2012逼近 放下一切 到一个寺院去其他佛友 与其他佛友念佛求往生 但念了几个月后 竟生了很多烦恼 很想离开寺院回家 一边生活一边念佛 但又恐怕这样不精进 念佛不能往生 请法师开示 是回家念佛好 还是去寺院念佛 更有利于往生 这个个人的缘分是不一样的 那你如果在家能念佛 能够像刘苏云老师那样修 每天清静念佛 那你就在家不就很好 除非你在家确确实实 不方便 或者是你的义务已经进完了 而你都大了 你想找一个养老的地方 专门在那修行 这还可以 如果你能够在家自己能修 我建议你最好在家修 像我母亲 她就是现在一个人在家里修 今年67岁 年岁大了 我就劝她尽量少跑 用刘苏云老师的话说 在家里猫起来 你能猫得住 你的定力就出来了 什么叫念佛三昧呀 三昧是定的 你这个身子都不肯定下来 那你心怎么能定下来 对吧 在家里 就像刘苏云老师 一天如果能听上八小时 十小时 念阿弥陀佛 刘老师在家每天一千万 经经十个小时 你能这样修 那肯定都能得念佛三昧 那比你到处找寺院的好了 你跑寺院的寺院道场 跟你有没有缘分 适不适合你修行 你跟那里的大众 这个相处的如何 这些都是一个未知数 你与其是说 找新环境去再适应 我觉得你不如就安住当下 所以这个心要定下来 不要随境界去跑 不要听到别人风声风雨的 心就动 那何年何月 才能得到念佛三昧 这个我们要懂 如果寺院里面修行生烦恼了 那就赶快离开 你生了烦恼 不仅自己得不到利益 你还影响寺院大众 那不如就离开 找一个自己在家里 好好修更好 下面一个问题 我的孩子今年五岁 与几个小伙伴一起诵经 可是一诵无量寿经 就发火打骂小伙伴 佛有说是冤亲在主障碍 不知怎样处理 请法师开始 是个孩子五岁 就送无量寿经 这也非常不简单 那么孩子小 我建议还是应该 在这个德行上 好好扎根 这个德行的根 在弟子归 在太上改名片 在十三夜道经 那么这三个根 不仅自己要 能够熟读背诵 更重要的 要做到 而做到呢 确实是需要有父母 需要有老师去带领他 因为孩子小 他可能这个是非善恶 并不甚明白 他要看大人怎么做 他才跟着做 他模仿大人 所以大人要带好他 这三个根 是大人要做到 然后呢 带着孩子做 孩子呢 看到大人这么做 他跟着就效法 这是扎根的方法 这五岁呀 一下子读《无量寿经》 他也读不明白 我觉得倒不如 好好的去做弟子归 那么像这发火 打骂小伙伴 这是没做到弟子归 这个兄弟目孝寨宗 这就没做到 这父母要去提醒他 要去教导他 那么读《无量寿经》呢 不是说不能读 是可以读的 叫行有余力 则以学问 你真正做好 可以呢 这个有时间 读这些经典 这也是好事 也是练他的定力 但是主次一定要分清楚 要注重行 这个扎根是德行 做到的 那么也不要啊 一下就说是冤亲在主 什么的 很多时候就是自己习信 这个对小孩 就马上说这个 这个冤亲在主 他都懵了 五岁的小孩 你说这么多 他哪能明白呢 就告诉他 要爱 爱 爱 敬兄弟 啊 兄有 弟公 啊 长会 又顺 啊 这就是 这个 会做人 这是做地自归 啊 就跟这些 讲这些 很浅显的 做人的道理就行 啊 不要搞那么悬 啊 他越听越懵 第五个问题 信愿念佛决定往生 那么究竟信的是什么 真信是怎样的状态 愿的内容是什么 窃愿又是怎样的状态 这个信啊 偶一大师讲的比较复杂一些 啊 他讲六信 信字 信他 信事 信礼 信音 信果 那么 中风国十三十信念里面呢 讲的比较简单 都是一样 啊 信什么呢 第一个就是信 有阿弥陀佛 啊 有西方极乐世界 有阿弥陀佛 发这个大愿 接引众生 信这个 啊 这是从世上信 从礼上信呢 信自己本来是佛 极乐国土 无非是自心所变现 就像量子力学家 现在 这个证明出来 宇宙所有万物啊 就是念头 产生 那你什么念头啊 能产生极乐世界啊 静念 啊 静念相继 这极乐世界就出现了 啊 所以我们现在啊 相信阿弥陀佛 相信极乐世界啊 也相信自己本来是佛 愿意做佛 愿意往生 我这个念头是真的 啊 这叫真信 这叫切愿 以真信 切愿求往生的念 来念阿弥陀佛 这叫静念相继 那你决定往生西方 啊 所以往生西方啊 也并不难 啊 就是换个念头 啊 现在我们念头里面 有贪嗔痴慢疑 尤其是这个疑 怀疑 啊 不敢承担 哎呀 这极乐世界啊 我现在怎么能去啊 我这功夫还不够 啊 这个就容易引起一个什么误区 以为你这个功夫够了 才能往生 功夫不够就不能往生 这是个大疑惑 什么人才在功夫够啊 啊 如果凭自己功夫 我告诉你是不可能够 你成佛了才够 你就凡夫怎么能够 那极乐世界是佛的国土 你能入佛国土 你凭什么才能入这个国土啊 就是凭你真相信 真相信没有怀疑 像这个今年三月二十九号 新加坡黄金轩老居士啊 啊 往生了 这个将近八十岁的老人家 他一生为人善良正直 厚道 啊 晚年学佛 归心净土 啊 也护知老和尚啊 在新加坡啊 在马来西亚的 这个红法 啊 那么因为这个可能是 他之前开这个酒店呢 里面有上升 啊 所以他就得这个癌症 啊 癌症晚期 那么 这个 啊 医生呢 本来是认为他 不会很长寿命 但是他已经超了 到最后呢 弥留之际 全身都很痛 啊 念佛也没有信心 他打了好多电话 写了很多电邮啊 来请问师父 师父给他写信 安慰他 啊 劝他一定要发真心啊 念阿弥陀佛 去网上 但是还是信心不足 所以3月23号那天 师父上人呢 就派我去新加坡 看望他老人家 我看了他 他去看他的时候 他很高兴 因为他跟我的缘分 也很深 很爱护我 这个我来看望他呢 他就很高兴啊 就跟我谈 说现在啊 念佛念不起来 功夫用不上力 啊 全身都痛 佛号都不能够连上 啊 就是这个 不要说成片了 就是念一段的念不上 所以没有信心往生 我一看这个问题 就是很多人存在的问题 他认为必须是自己 念佛功夫成片了 才能往生 就这个疑点 就障碍他的信心 所以我问他 你有没有信心往生 他说没有信心往生 啊 认为自己功夫不够 啊 那我就知道问题所在了 我就鼓励他 你老人家一生呢 修了很大功德 啊 现在你们 你把这个功德 回向求生西方 啊 你一定能往生 阿弥陀佛已经在这里 等候着你了 啊 到你灵命忠实 阿弥陀佛一定现 现出来 建议你往生 你不要怀疑 肯定可以往生 我说这话 其实上也很简单 没有什么深耗的道理 啊 他听了之后呢 哎 他也慢慢就生起信心了 我说咱们一起念佛 啊 他说好 他说如果痛怎么办 痛更要念佛 啊 我就握着他的手念 啊 因为他痛的时候呢 就皱眉头 我一看到皱眉头啊 我就紧紧握着他的手 啊 念阿弥陀佛 啊 那么他就跟我实际念 还面对一身汗 啊 那么真的 他念佛的时候 就把他空着忘了 啊 那么也很发喜 你看我就是陪他 念了个大半天 啊 下午我要告辞 我要回香港 啊 我就问他 啊 我老居士啊 你现在有没有信心往生 啊 他笑着点头 我现在有信心往生 啊 你看 这信心就是什么呢 你这念头转过来 你认为自己有能够往生 那就是有信心 你认为自己不能往生 那就是没信心 就看你敢不敢承担 你说 那我现在啊 念佛功夫不够 阿弥陀佛不来接我 阿弥陀佛没有这个话 阿弥陀佛说 你只要知心信药 所有善跟心心回向 愿生我国 乃至实念 若不生者不取证据 念十句阿弥陀佛行不行 十句阿弥陀佛容易念呢 可以啊 那决定往生 如果你不往生 阿弥陀佛不取证据 那阿弥陀佛已经取证据了 成佛实解了 换句话说 你只要知心信药 你发愿往生肯定能取 这里乃至实念呢 是一念至实念 最短的一念就能往生 乃至实念 从一念二念三念阿弥陀佛 到第十句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肯定现前 乃至实念阿弥陀佛就现前 甚至你一念可能就现前 这在你临终的时候 所以你害怕什么 害怕担忧就是因为没信心 没信心反而是往生不了 问题所在就是你没信心 这个时候你坚信不疑 就是求生 就盼着阿弥陀佛来 肯定来 你看我三月二十三号去 二十四号离开 离开之后 第四天 三月二十八号 他就见到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来告诉他 说他还有两天 两天就往生 于是他就把这个事 跟这个家里人说 家里人呢 学佛没怎么特别学 所以听到他这么讲啊 也没有放在心上 他知道家里人可能没放在心上 是从下午到晚上连锁了三次 说阿弥陀佛说我还有两天 两天就往生 这事后是他儿媳妇告诉我的 他儿媳妇就在那给他照料 果然你看二十八号说的 二十九号就往生 原来是头位两天 二十九号 往生之前一个小时 他就叫自己的家人呢 给他换床单 擦身换衣 干干净净见阿弥陀佛 刚换好没多久 念阿弥陀佛就走 清清楚楚 这是肯定往生 因为阿弥陀佛给他报信了 这也算预知实质 预知实质两天 这个事情给我们很大信心 原来往生真的不难 你真信切愿肯定往生 像黄老居士那个功夫是很差的 念阿弥陀佛确实没这个功夫 尤其是临终病苦 真的功夫提不起来 提不起来 就是看你是不是真信切愿 你真信切愿 不要紧 你心里都想着阿弥陀佛 实际上你的心里 老挂着阿弥陀佛 那也叫成片 你没忘他呀 老是不忘 这就是成片 就怕你忘了 就怕你怀疑 所以念阿弥陀佛 绝名菩萨 告诉我们 不怀疑 不夹杂 不间断 你心里就是挂着西方 你能不往生吗 这个世界的不挂爱 这是真信切愿 这次在香港 来了一位河南同修 他就问我这个问题 他说这往生西方 就是问你这个 到底是怎么样的状态 真信切愿到底是什么状态 我就给他打个比喻 因为他是工作很忙的人 他说从早到晚 也真的听经时间也少 念阿弥陀佛时间也少 他自己就往生都没把握 那怎么办 我给他打个比方 你真要一往生 就好像现在 你想着回老家一样 比如说现在你在香港工作 你老家在河南 那么你现在忽然说河南有事 家里出事了 你得赶紧回家 你要回家的时候 你可能手上的事还没忙忙 你还要忙 这个忙着收拾收拾 处理处理 还得订个机票 还得规划一下自己的行程 可能好几天呢 那你这几天当中 你肯定是很忙 可能比平常还忙 对吧 你得处理事 虽然你很忙 你心里总是挂着往回家赶 你往家赶的这个念头 没有放下 你总是挂着 从早到晚 你心就挂着这个事 虽然你没有口上老念的 我要回家 我要回家 你没这么念的 但你心里真有啊 你没有 你不可能马上处理这个事 要去买机票 你不可能干这些事 你为什么干这个事 因为你要赶着回家 我说你真信欠怨 你就是这么个状态 你真信有老家 你也真信你自己能回老家 你也真愿意回老家 那现在在世间里 所做的一切 实际上都是在 为回老家做准备 所以你为众生 做好事 你利益社会 你自己念佛 你自己能改过 改毛病习习修行等等 做的一切是做什么的了 我是为老 回老家做准备 心心念念就挂着这个事 我说那你现在要赶着回 河南老家的时候 有些事你可能没办法再做 你机票都订好了 比如说三天后必须回家 那三天之内你的时间有限 有些事你确实没法做 没法做什么 那就放下了 你绝对不会因为说 我要做这个事耽误我回老家的行程 不会的 你已经限定我一定得回老家 这些事能做多少就做多少 那在这世间就是这样 你做好事 弘法立生 扶持正法 这好事 能做多少就做多少 随缘 到要走的时候立刻放下 你不会因为这些事耽误你往生 所以你懂这个道理 你就知道真心切愿是什么状态 心里老挂着 老有 所以你的心一有空就念阿弥陀佛 这个回老家的意念越来越加深 通过你念阿弥陀佛 加深你这个回老家的意念 到时候因缘成熟了 阿弥陀佛自然现前 真是不慌不忙 自自在在 所以根本不用心不安 这个净土是安心法 真正明白道理 你心就安 那心安的人 他就自然 就是在这世间随缘 绝不去攀越 也不会喜心动念想着 我要改变眼前的环境 换一个道场 去哪避难 都不会想 他不会挂在心上 但是这古燕宇说了 也是一个像个俏皮话 实际上不是俏皮话 做一天和尚 壮一天中 我现在有点像这个状态 这壮中什么呢 觉悟众生呢 敲醒他呀 我们讲经说法 这是做和尚的本分 做一天和尚 就尽好自己的本分 那你要做家庭妇女呢 那你就做一天家庭妇女 做好一天家务嘛 你是公务员 你就做一天公务员 就为国家 为人民效力一天嘛 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 等该走的时候 那阿弥陀佛自来了 你就走呗 这心永远是安定的 下面一个问题 有一位佛友是公务员 他想在家里的小道场 每天念佛 可以在单位请长期病假 我认为在单位总有是非 他认为在单位总有是非人我 各种犯局 繁杂事物 以自己现在的修行 经历这些就扶不住烦恼 但有同修质疑 这样是不是犯偷盗罪 是打妄语 没给社会大众做好样子 他应该怎样做呢 经法师开始 净土法门是大成法门 不是小成 你看佛生怕我们误会 在无量收紧第43品 特别讲非是小成 而且你修这个法门 是称为如来第一弟子 第一弟子得做好样子 刚才讲的净土法门 它叫世间自在法 你心里有阿弥陀佛 有极乐世界 你在这个世间 无论做什么都不会障碍 它不会障碍你的心 它能障碍你的身 障碍不了你的心 那你做什么样的行业 都可以为众生做好的表法 做众生的好样子 所以菩萨在各行各业实现 他都能够度众生 华严经你看53餐 各行各业都有 男女老少各行各业 这是表示什么呢 各行各业都能有菩萨 你都能做菩萨 那你是个公务员 这是为国家效力 要尽忠职守 哪怕是个七品芝麻官 也要为人民做主 要为人民做好事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这个尽忠连结 这就给大家公务员们 做好样子 不必说 我必须把工作放下 才能修行 你把修行错毁了 修行是什么呢 把自己错误的思想 错误的见解 错误的行为修正过来 这叫修行 如果自己毛病息息不能改 你把工作放下了 到小道场里面躲起来 也不叫修行 念佛也不是修行 你没真改毛病息息 所以我觉得 做公务员就好好做 不要去想着 我得请个长期病假 现在灾难来了 我要念阿弥陀佛了 这都不是给众生做好样子 除非 你是放弃工作 做弘法立生事业 像我这样 我就是把公职放下 但我不是说 我就避世 我曾经跟师父 也问过这个问题 师父 我很想找一个地方 清静下来 闭关修学 行不行 每次提师父 就迅速一顿 有一次 我还跟师父老人家 来 来 那个 变了 师父啊 我现在想好好修行 修成功了 我将来才能救世 那师父说 等你修成功了 这世界早毁灭了 那时候还在马来西亚 好像艾勒斯他们也在 在那饭桌上 我就问师父这个问题 师父就狠狠地训了一顿 结果我那是心不服 因为理不通 所以学佛真的在明理 不明理啊 他就是 就方向就搞错 我就跟师父辩论 我说师父 那你不是说 自度度他不二吗 那我自己躲到深山里 我就能自度 自度才能度他 我现在自度的度 了我怎么度他 我烦恼心气还这么多 我怎么能够众生 是自他不二吗 所以我要先自度啊 师父老人家就说 对啊 自他不二 那度他也是自度啊 你说你想要先自度再度他 那你还是有二 你不是不二 这就是像禅宗里的积风话 就给我敲醒了 我慢慢就明白了 真的 你不用改变你现前的 这个缘分 你就在你的缘分当中 你自度度他 是同时进行 你好好做好你的工作 又是度他 又是自度 你要说改变你现前的工作 你找个地方去自度 我告诉你 你也不能自度 也不能度他 你烦恼兮兮 你磨不掉 那佛菩萨就是安排 你在这样的一个岗位上 来修行 来把你的毛病息息磨掉 你不肯接受佛菩萨这种安排 不肯去磨自己的息息 还另找一个自己喜欢的地方 那是你自己我执 执着自己见 你不是随缘 所以这个问题搞清楚了之后 心就安了 就在你当下做好自己的本分就行 印光大师就是告诉我们 求生净土十六个字 这是印祖的传心法药 他讲顿伦净分 闲邪存诚 信愿念佛求生净土 顿伦净分就是告诉你 现在伦就是你的关系 你所处的那些人际关系 你处理好 对父母要尽下 对儿女要尽辞 对兄弟姐妹要尽气道 对君臣这些关系 你要尽到自己的本分责任 顿伦净分 闲邪存诚 内心有邪念 有贪嗔痴慢 有自私自利 把它去除 心存着真诚 真诚清净平等 正觉慈悲 这存诚 信愿念佛求生净土 这就肯定往上 没让你说 必须早生三老了 去修行 没什么说 下面第七个问题 我们有八位同修 想发心修六合径 我们对道场课程规矩都不懂 到其他道场取经 做法都不同 有这个因缘 能否请法师开示 其请文 回向文 应该如何念 有的道场讲了很多 其请回向 一共将近一小时 有的很短 说只念大回向 就能包括了 自己累世累生的 冤亲在主 家亲建属 用不用特别回向 有同修说 应只念回向 给所有众生 只想着自己的冤亲在主 心量太小了 他们也得不到大的功德 如果有道场同修的缘分 有刚过世不到四十九天的人 或者有重要考试的人 回向时 用特别加上吗 这几位同修特别盼望 法师能给我们定个课表 我们好用细致的课程修学 这是关于功课的问题 每个道场都可以自己定立 适合自己修学的功课 长短 不一 你们自己可以按照自己的状态 状况 自己定立 如果是大家很忙 功课可以定少一点 大家有时间 功课就定长一点 那么这个回向文 起请文 文字呢 现在都有 在网上也可以下载 像六合经 共修网 都可以下载 那么回向文呢 最简单的 就是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那一个就行 那么念的文 他的文字啊 本身并不重要 关键是我们有这个心 真正用诚心来念 念的时候随文入观 这个是重要的 那么 这个起请回向啊 如果太多了 也确实 并不算非常好 因为还是应该以 念佛为主 这个 如果是起请回向 都占了很长时间了 那念佛 真正这个念佛的时间就少了 那我们主次要分清楚 那大回向 完了之后呢 要不要再特别回向 自己的冤亲再主 有家亲眷属呢 这也可以的 可视自己的情况而定 那么愿意回向也行 不愿意 就是一起念了 也包括了也行 这是个人自己定 那如果说你愿意 特别回向 那也可以 专门做一个特别回向 那么这个课程表啊 我建议呢 大家可以在那个六合镜共修网上下载 那个课程表就很好 也师父上人也过目 也鉴定过 那么当然那个是提供参考 到场各个情况不同 可以做相应的调整 第八个问题 有一个父母 自己恶习很重 对孩子 尖酸刻薄 不尽父母之意 丧失人伦 孩子无法对父母 生起恭敬和孝心 想要离家 断缘 修行 成就以后 再来帮助父母 有的 佛友认为 这样做得对 先成就自己 再成就别人 有的 佛友说 这样违反 孝道 修行不能成就 对于这种 累劫以来的 冤亲在主 该怎样处理 这种缘分 这种情况 如果说 你自己想要出家 修行 必须要经过 父母同意 像我出家 那是父母不同意 那么之前 为什么不能出家呢 因为呢 宋然母亲同意 父亲不同意 那我父亲 是去年年初的时候 给我主动打电话 说 同意我出家 而且在 我鼓励他说 那您真的吗 他说是真的 你在佛前发愿 把儿子送出来 给三宝 他真的发了愿 我看他真的 愿意放下 这个父子情职 那我这个去年 七月十五号就出家 如果父母不同意 那是不能出家 这是佛不允许 因为这个佛法是师道 师道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 如果对父母都不能够尽义务 那他修行也是有很多的障碍 他这个课啊 没补完 他即使是出家了 那还是重重障碍 还是要补 反正这个我自己想的 不是对不对 你看这个 古来的祖师大德 也有那些 没有经过父母同意的 他就出家了 有 那虚云老和尚就是这样 他父亲不同意的 但他修行的时候 却是障碍很多 你看他受了很多的苦 但是难得 他是能够坚韧不拔 这个再多的苦难 都不退心 终于能够熬出来 就这种人 那如果说是 这个缘分自然成熟的 父母这个同意 就能够出家 就能够修道 这样的话呢 他的障碍就少 你像联职大师 父母都走了 没有障碍 他自己出家 出家之后 他修行 很有成就 很快 就成就 偶遇大师也是这样 他母亲 他父亲早逝 母亲呢 学佛的 所以偶遇大师是 二十四岁出家 出家没多久 就开悟 而且最后他母亲走的时候 他也真正给他念佛 回向 所以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祖师大德 个人的视线不一样 那么 印光大师在文创里面 特别讲到 出家一定要经过父母同意 就是怕我们什么呢 经受不了那个磨炼 那么其实在父母 做一下尽孝 也是经受磨炼 人该受多少苦 该受多少磨炼 都是一定的 你说换一个地方 那还是要受 你不在父母 就受磨 磨考 那你在另外一个地方 受磨考 一样 那不如就不用想那么多 随缘 我就在父母身边 这也是磨炼自己 我就忍到最后 我就能成就 虽然父母对我不好 我还是要尽孝 二十四孝里面 第一个大顺 就是在这个逆境里头行孝道 我相信你的父母 可能还不至于像顺的父母 那样的不义吧 顺的父母是 三番五次想把顺 置之于死地 下毒手 想把他活埋 想把他烧死在 那个楼房那个屋顶上 那都是下毒手 可能你的父母 还不至于如此 则是尖酸刻薄 最多是这样 那顺都能进孝道 那我们为什么不能进呢 正是在这样的磨炼当中 你才能够 磨出你的那个真诚孝心 这个孝心是菩提心的基础 没有孝心的人 不可能有菩提心 你说我们生来就是心量广大 心包太虚 亮周沙界 我看一切众生都平等 那我想佛菩萨来也不是这么实现 他必须是慢慢的修 心量由小到大 孟子讲得好 亲亲而人名 人名而爱物 亲亲就是孝 孝父母 从孝父母开始 爱人名 爱人名到爱物 物就是更大了 一切众生 他心量是足不足不增大 随着你的觉悟的提升 慢慢的扩大 不可能说一下子这么大 结果呢 父母都不笑 那不可能的 孔子这个话就讲得很清楚 孝经理说 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 为之备得 不敬其亲而敬他人者 为之备理 你看你父母都不爱不敬 你说你爱敬众生 那是假的 不是真 你没有孝心的人 你说他有菩提心吗 那也是假的 菩提心是 众生无便是愿度 那你父母肯不肯度 父母是众生 你父母都不愿意度 那你说众生你肯度 父母是对我们恩德最大的众生 那我们要先度他们 所以我们学佛 怎样有这个心 先度父母 要有这个耐心 你真正发愿说度众生 从父母开始度起 我告诉你 你把父母度了 你这众生就能得度 至少我是这样走过来 我母亲不用我度 是她来度我 她是拜我学佛 但我父亲当时非常反对我学佛 我皈依的时候都不敢告诉她 偷偷地皈依 地下皈依 她当时就骂我 不准我学佛 我就你这么一个儿子 你学佛将来是不是出家做和尚了 要断子绝孙的 但我中家的后代 不理解 那就不能跟他辩论 辩不明白 怎么办呢 先尽孝 对他好 让他觉得 哎呀 这学佛了 孝心增加 孝道做得很不错 他慢慢才能对佛法 有点好感 说我那时到美国留学 他就以你为好 我儿子出国留学了 拿钱额奖学金 学习成绩很不错 每次考试全班第一名 就骄傲啊 自豪啊 逢人谈起的儿子都是眉飞色舞 这样就好啊 是吧 然后我在美国留学 我自己省吃俭用 每个月给父母寄钱 我给我母亲寄两百美元 给我父亲寄一百美元 我总共月收入八百美元 自己省吃俭用 还每年回来探亲一次 回来之后 他带我父亲 带我这些爷爷奶奶家人 上这个道场 上这个名山大川去游玩 让他们开心 欲教于乐 所以我带他上九华山 带他上东天雾山 2001年 我就带我父亲 爷爷奶奶奶 他们上东天雾山 看到大家都念佛 自己不好意思不念 你就跟着念了 慢慢就进来了 慢慢慢慢他就肯学了 肯听经了 明白道理了 他对佛就不会排斥 凡是对佛排斥的 都是因为对佛误解了 所以听经明白道理 他就不会误解 所以到最后 他自己都用功修学了 那时候就不用管他了 他念《无量寿经》 已经超过三千遍 比我还精进 所以念阿弥陀佛 现在在一个道场里头念佛 一心就是求往生 很喜欢看我讲《无量寿经》 这是什么呢 就是我就感觉到 把父亲度过来之后 那才是自己真正开始度众生的 法语言成熟的时候 自己父母度不了 爷爷奶奶度不了 那很难 我爷爷奶奶现在也都一心念阿弥陀佛 去往生 静语老师也去广州看过他们 现在爷爷 每天读我给他做的 《阿弥陀经》节药 每天读十遍 念阿弥陀佛 九十多岁 奶奶奶一天念三万 这个念三万佛号 同学我一起照顾他 所以我觉得心里也挺安慰 这些直系的老人 都念佛了 都求生习保 我也没有后顾之忧 所以这时候姻缘 出家姻缘才成熟 这都是佛博士安排 你说要是十五年前 1997年 那时候我还在美国达拉斯 参加这个佛妻的时候 师父上人为最后一批 物资被法师剃度 当时有人就劝我 你要不要一起出家 我参加这个最后一批 物资被法师剃度的那个观礼 他们说你赶快出吧 师父以后疯刀了 不再给人剃了 你要不剃就没机会了 1997年 韩馆长走了以后 师父说不再给人剃了 以前剃的都是韩馆长要收的 不是我收的 他说我以后就不收了 当时我心真动了 真想 后来想想不行啊 第一父母还没同意 而且现在说父母肯定不同意 那是爷爷奶奶的天天劝我 那是说你赶快成家吧 要抱孙子吧 这个他们肯定是不能接受 所以我当时就不能出 你看一耽搁就15年了 但我觉得这15年光阴不是白费 就是在你这样的顿轮进分 你工作 你对他们孝顺 尽本分 尽人轮 就在这15年当中 你了这个缘 你把这个缘了之后 自然就成熟了 你出家就有这个缘分成熟 结果我出家是皆大欢喜 父亲母亲爷爷奶奶都欢喜 所有的人都欢喜 师父老人家亲自给我做了 找了这个剃度和尚 上场下怀老法师 亲自带我去圆明寺 送我出家 参加我这个剃度观礼 一切都是那么顺 为什么会这么顺呢 因为你该尽的义务 该了得远 你得了了 该尽了 你得尽了 你自然就顺了 所以往生西方极乐事情也是这样 你不用现在甘着急 哎呀 我为什么阿弥陀佛还不来接我呀 着急也不用 你该了得没了 该尽的没尽 那阿弥陀佛不会来了 你就耐心等待 总有那么一天 所有在该尽的义务都见了 该了得远都了了 该度的众生也都度了 那时候阿弥陀佛就出现了 下面一个问题 香港佛教协会的念佛法会八月又将举办 有同修说 这是廉池海会 执着去参加 那么不到香港去念佛 在家念佛功德就不一样了吗 有同修说 人多磁场强 功德大 念佛得利 请法师开示 真的是这样吗 这个不一定 这个念佛功德大与小 不是在你在哪个地方念 是在你的心 你的心清净就有功德 这什么是功德 念佛念出清净心了 这是功德 如果心不清净 你在哪儿念都没有功德 所以我们要论心不论事 不能说迷信哪一个道场 虽然说是师父上人在香港佛多教育协会 但是你要是想着我一定到师父身边念佛才能成就 这个观念是错误 刘苏云老师为什么师父这么赞叹 他不在师父身边 他在成就之前都没有见过师父 是他成就以后 也不是他自己想见师父 师父主动打电话 把他挖出来 看了他的光盘 知道他念佛成就了 把他挖出来 给大家做表法 所以刘苏云老师的心多安定 从来没参加过香港佛多教育协会的这个三十信念法会 从来没参加过 人家就念佛成就 那么这个法会是什么呢 接引那些初学的人 你不懂念佛 你不知道该怎么修 那你来这个道场学习 学好了之后回家修 不能让你老待着道场修 不可以 道场是这个像香港 那地方小 没得住 你不可能在香港 身份也没办法解决 你肯定要回家修 所以来的是参学而已 你要懂得修 懂得修就不用来了 回家去吧 家里学刘苏云老师吧 这个才是真正要成就的 所以你知道自己 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你要是实在是不懂怎么修 你可以来学习 知道了之后 那你就回家真干 那还有一类人 就在这个道场里 做菩萨影响重 就是别人来参学 那我懂 我修学真有这个心得 真有这样的一个成就 我来教你 就是菩萨做影响重 就是来参加法会也好 在道场修也好 就是这两类人 一个就是已经成就 做影响重 一个就是刚刚出学 来学习该怎么修 来学习该怎么修 你学到了之后回家真干 等你真正成就了 你可以出来做影响重 像刘苏云老师 你看这次六月 这个无量寿经 心得分享会 那是我把它挖出来的 我不是请了出来 给大家做影响重 无量寿经 该到底怎么学 怎么修 请他来给我们谈 心得体会 那你听明白了 你就回家 就一样学样 照着老师真干听话 就行了 当然还有一种 就是现在灾难很多 那么大家集中这个心力 为互视悉灾 你发这个心 这也是很好 你看像这个 四月 一月份香港办了一次念佛法会 四月份清明办了一个法会 这两次法会也是很殊胜 来的人是为什么来的 目标很明确 互视悉灾 集万人心力 念阿弥陀佛 仰求佛力加持 化解世间灾难 那么这个 发这个愿心 庄严到场 这也是很难得 这个心发起来 这就是 菩提心 那么七月份 7月29号 到8月4号 在这个马来西亚 吉隆坡 那么他们的同修 也办这个万人佛妻 互视悉灾 来邀请我 让我过去 我觉得这个我也 义务过去 为什么呢 这个发的心 是互视悉灾 我们这个 一万人的念佛的心力 合在一起 确确实实是 有很大帮助 那么这个海报 现在好像 也在网络上 已经出来了 有这个愿心 那可以 不是为自己 真的是为救世 如果只是为自己 念阿弥陀佛 那我劝你就在家里就行 你学刘宿云 你一样能成功 所以就看自己 是什么样的愿心 都是好事 只要新发的证 就是好事 那么这是总共 九个问题 回答完了 下面呢 这边有 这个有是好几页的 就是刚才也提到 这个问题 就是很多人呢 正在传灾难来了 该怎么样去避 这个怎么样来准备 来应付灾难 我觉得最好的心理 心态 就是不放在心上 念阿弥陀佛 灾难来不来 这都是众生 供业所感 该来的 那就来 那不该来的 就是不到我头上 他也即使是 真的出现大地震 我也不会走 供业里头有别业 而我们现在学佛弟子 要发心做什么呢 要化解这个供应 这是伐达菩提心 你看《无量寿经》里讲 修净土法 什么人呢 唯曾与佛 执众善 救世之行方能修 你要发心救世 就是现在我们讲 互事兮灾 你有这样的大怨心 你才能修这个法门 换句话说 你才有净土法门的 这种资格 那救世也不是说 我现在到处去跑 到处去劝大家 怎么做 这个也不必是这样 看缘分 你像老法师 他怎么救世 定在摄影棚里 每天讲四小时经 他讲得很清楚 为什么把《华严经》都放下 现在专讲《无量寿经》 从前年清明开始 那就是为了救世 无量寿经 无量寿经 救世的功德 比《华严经》还大 所以他老人家 先把《华严》放下 讲无量寿经 这不是为自己 真的是为救度众生 那么现在师父老人家 年纪大了 很多外面的邀请 他自己也不出来了 也是怕耽误讲经 所以很多活动 都让我去代表出席 但我原来也不太愿意跑 每次师父让我去 我都挺犹豫的 不愿意去 我也愿意定在一个地方讲 但师父说 你现在年轻 你不行 该去做的还得去做 所以每次师父让我出去 那我就出去吧 出去了 会不会影响自己念佛呢 那是看自己 你的心在道上 不为这个名利所缠绕 不为这境界所诱惑 那你就是修行 所以师父老人家 这次让我来北京 我每次出行 我必须请师父 师父让我出来 我就出来 师父没同意 我就不出来 那师父这次呢 说让我来 然后就跟我嘱咐 昨天中午 我离开师父吃完午饭 要告别的时候 师父就盯着我 让你出来就好好地学习 看到好的 我们就学 看到不好的 我们就不学 出来就像上财童子一样 五十三餐 我想这个也是对 在家等于是清净 修根本质 出来在社会 在接触大众 修厚德质 所以这都不影响自己修学 甚至你工作很忙的人 念佛 你心里可以不中断 有一首记子 我就特别喜欢 叫什么呢 终日走街坊 心中念佛忙 世人都不识 别有一天躺 你终日走街坊 忙着呀 做很多事情 事物 心中念佛忙 心里都念阿弥陀佛 别人都不知道 世人都不识 别有一天堂 那个天堂 心里的极乐世界 你心里都挂着极乐世界 挂着阿弥陀佛 在这世间 游戏 人间 你用这种心态 那处处都是道场 所以这出来不也是救世的 我们就学习这救世之行 兼顾我们的菩提心 那我们在世间 现在还没往生 那就要多为阿弥陀佛做点事 你想想 阿弥陀佛现在在世间 要做什么事 众生需要什么 第一 传统文化 急需复兴 佛法急需复兴 净土法门需要发扬光大 无量寿经需要推广 那苦难众生需要救度 阿弥陀佛如果在世间 他肯定也忙这些事 那你现在也学着 要忙这些事 那我们就跟阿弥陀佛 同心同愿 同解同行 那你心里就真有佛了 你的心就是佛心 师父讲什么是佛心呢 真诚心是佛心 清净心是佛心 清净里的不夹杂染污 不畏名利之染污 不畏五一六成染污 不畏贪嗔吃慢染污 这就是清净 平等心是佛心 对一切众生恭敬 自己谦卑 正觉心是佛心 绝而不迷 慈悲心是佛心 不忍众生苦 不忍圣教衰 你用这个心 来在这世间 你为众生也好 念佛也好 那都是幸福的方法 那你肯定是都往 肯定往上 你这心已经是佛心了 你还能不到阿弥陀佛那儿去吗 那如果是没有这样缘分出来 为众生工作 那你也不要求 这是一切交给阿弥陀佛安排 阿弥陀佛让你表什么法呢 在家里老师念佛 你就表这个法 像刘思云老师 他就表这个法 十多年来 他就是在家老师念佛 没有跑道场 也没有去串联居士 他说他什么人都不认识 道场也没跑过 在家里老师念佛 就表这个法 但心是佛心 一样是佛心 只是他现在还没有缘 出来讲经说法的时候 他就老是念佛 念佛成就 到这个因缘成熟的时候 那自然阿弥陀佛就安排他 出来讲经红法 他度众生 那比谁都要广 所以就是我们的心 就安住于这个菩提心 救世之心 哪怕是我再教老师念佛 用这个功德回向 也是救世之心 你看这个量子力学家的讲 全世界如果有八千人 能够改邪归正 端正心念 为世界祈祷 就能帮助化解灾难 那如果都能念阿弥陀佛 那化解灾难的效果更大 你不必说到哪一个道场念 就在家里念 功德是一样的 因为念佛的心 它是突破空间 你在哪儿念 它这个时空都是贯通 这个世界如果有八千人以上 能够真念佛 像刘思雨老师这样 那肯定都化解在那 那咱们就做这样的人了 所以净土法门 这真是很方便 就在你这个世间 就在你这个当下 它不需要改造你 改变你现前的环境 真正随缘 所以师父讲这个菩萨行 看破放下 自在随缘 你有这样的心 自然有这样的心 不肯随缘还得要想着改变缘分 这是没看破 也没放下 不要以为自己 我现在工作都放下了 就要放下 没有 世上放下 心没放下 因为你心里还有这个事 你就没放下 这个问题我是 前几个月 我终于才悟出来了 我就跟师父请教 师父 我现在 这个名文利 应该都是放下 你看工作也不要了 我银行账户都关了 财产都没有了 全部放下 这个名利都放下 师父淡淡的笑一下 说还没有 这下去我就懵了 我说我还有什么没放下 我回去再给搜刮搜刮搜刮 我想了 是不是我还挂着个 静中学院的副院长 还有这个 香港佛特教育协会的董事 这两个职务 还挂着 那我就辞掉了 第二天就跟师父讲 说师父 我现在想来想去 这名利就剩这两个了 就把这个也辞掉了 师父就能放下 师父笑笑说 还没有 我说我都没 什么都没有了 我还是没放下 师父说 你有无这个念头 还有就是没放下 我就再回去思考 在那摻 有无的念头 确实还有 你有名利这个心 没放下 你说我偏偏放下 名利这个心 这也是没放下 你还有无这个心 有没放下 无也是没放下 因为你还有这个念头 你现在有名利 你说担心 他这是染污自己 你就拼命把他拒绝掉 这也是没放下 你心里真没有了 有也是放下 没也是放下 干干净净 一尘突然 就好像那个雨水 打到那个玻璃上 他就挂不住 不是说你没有雨水 打玻璃 那还叫放下 不是 你有雨水 打在玻璃上 他还是放下 他也是没有 有和没有都放下 这才是真放下 这是我出家没多久 好几个月前吧 我跟师父老人家请问 现在我就明白了 所以名利 就是你心上真不挂 你才叫放下 有 如果是能够度众生 不妨 像师父老人家 他也不妨要 这个昆斯兰大学荣誉教授 他也不妨接受 印尼回教大学的荣誉博士 这是不名利 是名利 那心上是不是有 心上没有 拿着来做什么呢 度众生的方便 怎么能够帮助动众生 他就怎么来 心上真的是 雨打芭蕉啊 一点水 水济都不挂 这让我慢慢地体会到 所以在家念佛 也是旧事 出来 弘法 也是旧事 不要做任何的项 随缘 那抓稳当下的因缘 好好的 成就自己 也成就众生 这是真正的 净土法文的精髓 我们大家一起共联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学习到这里 有讲到不妥的地方呢 请诸位大德同修 多多批评指正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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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